我们这边来看一下LN对阵斗舞的第二局下半场 地图是月亮和公园 这边东旋搬掉了机械师和祭司 对面是一套先知冒险加梁猛男的一个阵容 看一下这边的主要看一下核心看点是冒险家在哪里 冒险家是在帐篷 狮龙点位出身 但是这边是已经躲好了 看东旋能不能找得到 先知的鸟不知道有没有飘过 有没有鸟的声音 这里找过来了找过来了 耳鸣消失了 冒险家已经提前走了 再过来 蹲蹲蹲 这个位置能不能找得到 看一下看一下 狩猎本能消失了 狩猎本能消失了 一刀漂亮 东旋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狩猎本能消失 这边夹一下 漂亮 nice 可以 抓到冒险家节奏很好 哇 这个抓人速度 感觉如果是闪现的话 闪现都没好啊 上来找到冒险家 哎 这找到了 舒服了 那这边应该是平局起步了 求人者方面 主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战术的一个核心人物被找到 而且直接被抓的话 想要救 这你想救 人家 东旋员可是盼着你们来救的 你不救我还不知道怎么赢的 打一刀 好了 这边救下来 送了1.5段的存在感 再冒险家能走 先生你要顶上也没有用啊 再一甲 好 节奏已经起飞了 这一把穷生者 打到这个局面 如果从上级视角 以我的视角来看 这把穷者要做的是什么呢 把电机修开 争取跑一个 平局可能性都很小了 平局应该是没有可能性了 跑一个可能性都已经很小了 这个局跑一个的可能性都很小了 现在已经在这么快的一个情况 直接二接 哇 直接秒掉这边的傭兵 还是日服的选手 或者日服这边的 他们对于雕刻家 我们可以看到这比较 他们用雕刻家的一个次数就很少 他们可能对雕刻家的一个开发 并不像我们这么成熟 所以他们对于雕刻家的一个理解 可能没有那么深 没有想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救 而且外服的一个习惯 也是更喜欢去偏向于救人的 这裂了呀 没了呀 这怎么打 直接传说 过来 好 这边找到前方 摸 哎 野刀 这里要摸起来 要摸起来 摸起来的话 两连雕像把这前方给秒了 这没了 这局感觉有一点点 对吧 吹哭拉朽的感觉 好 这一个交掉薄命的拥兵半血 外面还有个先知 先知虽然说有一只鸟 这把我感觉能修开地窖就不错了 地窖可能都不一定修得开 两连雕像 再薄 先知半血 好恐怖啊 这找到冒险家感觉就没得打了 这个雕刻家给他搬了吧 先知套鸟 没用了呀 这打你一刀救救救救救 赶紧救 救完我抓前锋 前锋拉一波球 那挂这个也行 这局可以下定论了 好吧 四杀 跑一个算我输 好吧 跑一个算我输 地窖应该是修不开了 这个地窖是绝对不够的 夹一下 现在修开一台嘛 最多再修开一台 好 这里先把人挂上 前锋可能想一波撞救 但在距离东旋这边可能判断到了 前锋有可能想要撞救的一个想法 就没有挂回到原位挂远一点 先知奠机修开 这边交一个向心分场 那这样的话还真有机会能把地窖修出来 能有机会把地窖修出来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这东旋不会放的呀 能修出地窖已经不错了 这个局确实太烈太烈了 而且他们针对这边的雕刻家的一个打法思路上面 感觉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晰该怎么打 就这种局说实话就只能靠卖了保平或者压着 然后找一波就比如东旋这边交向心分场 然后在他的一个视野真空区里面去偷一波人 可能还行 你早早的给他开一个2G 那基本上就不用拿了外面的电机修一下 一个向心分场照到 只要有手上有4个雕像 基本上就半血没了 慢慢找吧 前锋这里 而且这边两 而且比赛服的版本的雕刻家还是没削弱过的 所以说他这边还可以通过雕像来找人 耳铭已经触发了 足迹也看见了 绕一圈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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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了呀 拉球被打下来了 牵着 等你 挂吗 挂是什么情况 东旋好自信 实力在 就是这么自信 跑地窖不给你机会 不可能 好看呀 小姐 好看呀 小姐